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则轰动性的新闻,据称汪峰实锤了妻子张子怡的出轨行为,并且孩子并非汪峰所生。 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 汪峰和张子怡是中国乐坛和影坛的定级明星,二人于2015年结婚,一度被视为娱乐圈的模范夫妻。 然而最近有传闻称,张子怡一位男性导演发生了婚外情。 更令人震惊的是,有网友对汪峰和张子怡的孩子进行了亲子鉴定,结果显示孩子并非汪峰的亲生子女。 目前关于张子怡出轨的传闻还未得到证实,只是网友们的猜测和爆料。 虽然有一些照片和视频流出,但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实这些传闻的真实性。 至于亲子鉴定的结果,虽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,但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和确认。 如果这些传闻属实,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将不容忽视。 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,如果张子怡的出轨行为确凿不疑,可能触犯了婚姻法中关于夫妻忠诚义务的规定。 此外,如果张子怡与别人生育了孩子,可能涉及到重婚罪等问题。 同时,出轨对象与张子怡发生关系,也可能涉及到破坏他人家庭罪等法律问题。 然而目前,我们仅凭传闻和网络爆料,无法确定这些传闻的真实性。 因此,是否涉及法律问题,还需要等待官方的调查结果和证据。 这一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,许多人对此感到震惊和失望。 因为汪凤和张子怡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模范夫妻,他们的婚姻也被视为娱乐圈的一股正能量。 如果这些传闻属实,将对他们的形象和视野产生重来影响。 然而也有人认为,这只是别人的私事,不应过度干涉和评价。 明星也是普通人,有着自己的隐私权和个人选择权。 无论如何,我们作为旁观者,应该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,不要轻易相信和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。 目前,这些消息还未得到证实,需要等待更多的信息和证据。 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隐私权和个人选择权,不轻易相信和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。 同时,我们也要警惕虚假消息和网络谣言的传播,要理性对待娱乐圈的八卦新闻。 作为观众和粉丝,我们应该多关注明星们的专业表现和事业发展,而不是过度关注他们的私生活。 1997年,汪凤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乐队成员,带着团队在全国巡演。 一次到成都表演结束后,在街头偶遇了当地一位气质出众的女主持人齐丹。 齐丹的妩媚动人深深吸引着汪凤,而汪凤叛逆不羁的个性也让齐丹清新。 可以说二人彼此在之前似乎从未接触过这种类型的异性,于是都被对方的第一印象深刻。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,仅仅认识三天后,齐丹毅然决定辞去工作,追随汪凤来到北京。 来到北京后,齐丹无怨无悔地投入到对汪凤的照顾之中,他料理汪凤的起居生活,默默支持他的音乐事业。 也许是太过专注于音乐,汪凤似乎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回报齐丹的付出。 2003年,在成功举行完演唱会后,汪凤在舞台上当众向齐丹求婚,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与感激之情。 齐丹还是相信了眼前的这个男人,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,仅过了一年,两人的婚姻生活出现了裂痕。 与此同时,17岁的超模葛慧杰出现在汪凤的生活中。 他与汪凤有着16岁的年龄差,但两人仍然迅速相爱并同居。 也许是眼前这个女子太过于年轻与漂亮,汪凤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位妻子。 尽管感情走得快,但也草草结束,葛慧杰为汪凤生下女儿后不久,他多次公开批评汪凤,两人大吵大闹,为孩子的抚养权对不公讨。 法律上的纠纷尚未解决,汪凤的感情之路却未曾停歇。 2007年,他与温柔大方的康作如开始了交往,两人很快步入婚姻。 康作如还为汪凤生下女儿小苹果,婚后的生活看似美满,实则阴云密布。 直到2013年,汪凤在社交网站上宣布两人已经离婚。 康作如随后发文披露,汪凤在他哺乳期提出离婚,过程中还与多名女性悠然。 回望汪凤多传的感情史,他像一个永远在追逐爱而不得的人。 兴许是太过热衷于音乐创作,他无法像普通人一样稳定地经营一段关系。 又或许他的内心深处依然充满不安全感,渴望从一个又一个女人那里获取任何和慰藉。 他先是草草抛弃了全新等待的起单,后又辜负了为他付出一切的隔会节。 就连看似稳定的康作如,也未能让他停下脚步专一付出。 而此后和张子怡相爱结婚八年,最终却也未能携手到白头。 更是有网友爆料,实际上二人婚姻早已出现隔阂,汪凤甚至带着儿子做亲子鉴定。 据媒体披露,汪凤和张子怡的爱情故事始于2014年。 当时他们一个是华语乐坛,不可或缺的摇滚巨星,一个是在影视剧上颇有成就的影后。 两人都是事业有成的艺人,都曾经历过失败的婚姻,都有一颗急需另一半安慰的灵魂。 在朋友介绍下,两人相识,并对彼此颇有好感,于是开始频繁约会。 汪凤更是在2015年的歌人演唱会上公开向张子怡告白并现场情歌,表达对他的爱。 张子怡也欣然接受了求婚,两人于当年5月登记结婚。 婚后汪凤购买了价值上亿的海景坊作为爱潮,两人也在之后迎来了女儿和儿子。 一时间他们成为娱乐圈的模范夫妻。 然而好景不长,随着时间推移,外界开始质疑两人感情是否生变。 今年10月,离婚消息的曝光证实了这一点。 目前对于他们离婚的原因,外界各种猜测纷纷出现,但双方均没有正面回忆。 手掌权的分配也引起各种揣测。 不过就在双方发布离婚声明后,有网友爆料称, 汪凤此前曾被着张子怡大儿子做DNA检测,引发猜测离婚是否与此有关。 针对传闻,汪凤工作室迅速发文澄清,DNA检测纯属正常办理户口所需,没有其他目的。 据悉,汪凤和张子怡育有一子欲宁,为给子女办理户口,双方提供DNA是正常程序。 汪凤做DNA检测并非背着张子怡,而是在婚姻范围内完全合乎常理的做法。 张子怡也并没有说过什么,但需要注意的是,根据离婚协议, 女儿由汪凤抚养,儿子由张子怡抚养。 这与传统,儿随父亲有些不同。 考虑到具体情况,这可能是双方基于子女利语做出的最佳安排。 无论真实原因为何,这对曾经的娱乐圈一对逼人,最终还是未能走到最后。 我们作为外界,更应该以理性和宽容的心态,看待他们的离婚。 相信过去的八年,他们也曾经互相扶持和关爱。 作为曾经的伴侣,希望他们双方都能尊重对方妥善处理离婚事宜, 并共同为两个孩子创造良好成长环境。 人生轨迹各有不同,感情也有成功和失败。 王峰的这些经历让他付出了代价,但也让他成长。 或许他需要时间在音乐创作之余进行反思,找到内心真正的需求。 从王峰和张子怡的故事,我们可以看到婚姻的复杂性和无常。 张子怡和王峰的婚姻结束,也许对他们来说是难过的,但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 离婚对普通人来说固然不容易,但明星在退去光环之后,其实和普通人又有什么差别呢? 俗话说,父母离婚,子女是无辜的,在这里也希望他们能平和处理这一切,保护好子女。 同时,我们也不仅仅从表面看问题,婚姻的失败也许会在内心留下创伤,让我们抱着理解和同情的心态,祝福他们继续向前,开创崭新的人生篇章。 对于婚姻来说,它是人生多边的旅程,失败并不可耻,重要的是怀揣希望,勇敢地走下去。 我们不用driving风在内心的国导温 Corn拐用写。 wor大了个兰域的带 định的关系。 旅目人已经失贵了!